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黄仁杰 这几周以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被指控18年前 性骚扰女记者的传闻不断 对此特鲁多前几千 曾经以不记得有负面互动 尖端否认 这段回应被批评和爆发 多起性丑闻的电影大亨 温斯坦一样撞失忆 而今天他又再度驳斥这项指控 并且明确回应媒体 对自己有信心 没有做不恰当的事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今天再度就18年前 不当触碰女记者的指控 答复媒体并明确回应 自己有信心 没有做不恰当的事 几周以来 加国反对党和媒体不断的讨论 特鲁多不当触碰女记者的传闻 特鲁多在7月1号曾经简短回应 完全不记得那天有任何负面互动 特鲁多今天在多伦多和安大略新任 省长会面之后 向媒体强调他长期关注性侵犯议题 并且更明确的否认指控 特鲁多表示 性侵议题一直是自己关注的 不只是作为领导人期间 从20多岁大学时代开始 就积极投入与性侵行为有关的议题 特鲁多强调 最近他非常仔细的思考 多年前骚扰女记者的事件中 所记得的是 并对自己有信心 没有做过不恰当的行为 不过特鲁多也坦诚 即便自己认为没有不妥 但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 也有可能有认知落差 认为特鲁多的动作让女记者认为 当时自己受到不当触碰 事发当时28岁未婚的特鲁多 参加雪崩基金会的募款活动 事后加拿大报章 《克莱斯顿古前进报》 刊出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评论 指称特鲁多当天不当触摸 前来采访的女记者 之后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 曾经联系当事人 但该名记者不愿谈论 也不愿公开姓名 并要求不要再就这件事情 与她联系 而当年的前进报出版人 接受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访问 表示就她所知 特鲁多对女记者只是短时间的触碰 另外当时没有署名的评论 证实是由女记者亲自撰写 新闻时事报记者段友如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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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